前两天看到陈情令时隔三年还能获得第八届贵州省文艺奖 首届贵州省文学奖就说了一句陈情令YYDS 陈情令不可复制 但有人评论也太看得起陈情令了吧 那今天就从剧情精彩演员演技在线 内容有意义及传递精神等方面来说说陈情令为什么不能被复制 陈情令改编自莫乡同秀同名小说魔道祖师 五大世家风格迥异 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原著就有大批量的忠实读者 双男主肖战王一博对于魏无羡与蓝旺基的诠释更是深入人心 肖战饰演的魏无羡演技精湛 活灵活现 嘻嘻嚷嚷阳观道 我偏要一条独木桥走到黑市魏无羡独有的柔情峡谷 王一博饰演的蓝旺基面如关玉 青丝如墨 雅正端方 天篇家公子入目三分 我想带一人回云深不知处 带回去藏起来是蓝战对魏无羡独有深情与守护 可以说无论是肖战的魏无羡 还是王一博的蓝旺基早已成了一些人的诛杀志与白月光 入局无悔 陈情令不仅有国风之美的柔情峡谷 也有大意凛然的格局 陈情令赋予每个人物生命 这部剧里这么多反派人物 可没有一个是让人反感的 看到薛扬 也会想 如果他小的时候 有人给他一块糖 给他一点温暖 那是不是他也会懂得怎么爱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开始的时候就是坏人 更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好人 没有绝对的坏人 这就是人生 没有上帝视角的人生 尘埃落定 落子无悔 这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一个个精彩分成的故事情节 让很多人深陷其中不可自拔 陈情令更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升华 让陈情令成为了一部老少皆宜的经典作品 有人从中看到了人生的无奈 有人看到了对爱的向往 有人看到了狭义江湖 有人看到了明争暗斗 有人看到了彼此付出相互守护 有人看到了人性与大义等等 如果有些人只能浅显地评判陈情令只是一部单美剧 只能说你从未认真看过陈情令 便匆匆忙忙地给陈情令打上了标签 那只能说到不同不相未谋 陈情令的成功来自原住立得住 演员演绎得好 制作班底更是准备了三年 用热爱及激情来全身心地拍摄一部前途无知的电视剧 试问现在有多少影视作品是因为热爱诞生的 索性功夫不负有心人 陈情令不仅仅上映了 还大火破圈 走出国门了 在国外不知道被播放多少次 却依旧热度不减 5月又要再次在泰国上星播出 试问哪一部作品能做到